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科普一下 關於拉花的小知識 拉花的英文是Latte Art 顧名思義就是拿鐵藝術 利用奶泡在咖啡上作畫 首先需要先準備好咖啡基底 Expresso 再來需要將蒸氣打入牛奶中 使部分牛奶形成奶泡 當溫度達到60至70度時 用來拉花的奶泡就完成了 溫度太低會使整杯拿鐵不夠熱 影響口感 若超過70度則會破壞牛奶結構 使牛奶失去甜味 還會讓你的嘴唇 吵回答 接著就要拉花了 將剛剛打好的牛奶 倒入Expresso中 讓咖啡與牛奶充分結合 倒置6至7分滿時 透過晃動 免會出圖心 這樣就完成拉花了 但 好不好看 就要看是誰拉的了 拉花幾乎是台灣咖啡師必備技巧之一 一杯漂亮的拉花背後 是需要透過複雜的原理 以及大量的練習換來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又婷 如何練習 拉花 準備拉花小熊 準備拉花小熊 小熊拉花 大量的 大量的 小熊 上間 大量的 大量的 剛才 送過 50 我的迷茫步伐把我击破